好 让我来猜一下 我们的尼儿姐姐 为什么不高兴了 好啊 那你猜猜还是为何 因为你不想让苏家拿到贡商 如果你退出了制造组 那颜文秀胜出的希望极大 我是不是太小心眼了 我就是不想让他赢 林文秀呢 虽然骄横霸道 惹人生厌 不过 你一贯不是这等 雅字必报之人 所以我也很奇怪 究竟是为什么呢 难道 是因为苏文宇 苏文宇 你别走啊 看笑的 我不是小心眼 你才是 好了好了好了 我是小心眼好了吧 那 你来告诉我 为什么不想让他赢啊 其实 我一直都在怀疑 师父的死 跟他脱不了干系 这些年 我每每梦到走水那晚的场景 翻来覆去都觉得奇怪 除了颜文秀 没有人会故意把我锁在柴房里 但是你没有证据啊 霓裳 事情总有一日会水落石出的 虽然用笔试打压他 不实为一个好办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不能因为一个他 就影响了全盘的计划 如今 你进入中世几乎毫无悬念 如果硬要去制造族鄙视的话 万一失利了 呃 我是说万一 那你就失去了 得到最终 贡商名号的机会了 你说得对 是我一级用事了 所以啊 你才更需要我 没有我可不行 还有啊 我才没有小心眼呢 我才没有小心眼呢